疫情之下,很多行業都受到影響 其中包括令香港引以為傲的金融服務業 有見及此,政府在防疫抗疫基金下 設立了金融服務業創職位計劃 簡稱FIRST 這是首個專為協助金融業創造職位而設的計劃 目標是要創造1,500份全職工作 每個合資格的僱主可以就每個合資格的新職位 申請每月港幣1萬元的新金資助為期一年 這個計劃並沒有限制獲資助職位的工種同職級 同時,僱主也可以為處於不同招聘階段的職位申請資助 受聘用的員工必須要是香港永久性居民 另外,只要受以上指定法定機構監管的企業都可以申請資助 至於資助的新職位數目 將不多於僱主現有員工總數的5% 每間機構可獲資助不多於25個新職位 另外,獲資助的新職位要為僱主在香港聘用的僱員人數帶來正增長 而所謂正增長是指和計劃宣布前三個月當中任何一個月的僱員總數相比 想了解清楚一些可參考以上例子 有興趣的僱主請在網上提交申請和提供公司和新職位的資料 想了解計劃詳情請瀏覽金融發展局網站 各位金融業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金發局的利率人 在我旁邊是金發局的行政總監阿慶 歡迎大家今天出席我們金發局為香港金融業舉行的簡介會 上個星期五、9月25號 金發局宣布推出金融服務業創職業就業計劃 Financial Industry Recruitment Scheme for Tomorrow 簡稱FIRST FIRST是香港特區政府60億港元防疫基金下面 首個為協助金融服務業創造就業機會的計劃 由財經事務局委託我們金發局負責執行 再一次多謝大家參與我們今天的簡介會 希望大家在剛才我們未開始互動之前 你已經有機會看過我們一套簡單的短片 為這個計劃作出一些簡單的解釋 那套短片遲些會在我們網站上面 一直這樣流處為大家解釋計劃的重點 在這裏我講一講以下這個小時 我們希望為大家能夠解釋到一些什麼資訊 和回答到大家一些什麼問題 一會兒我會請我們的行政總監 為大家就我們這個計劃做一個簡缺的介紹 之後我們希望能夠盡可能解答各位業界的朋友 其實接下來我們還有兩場這樣的互動 如果各位有其他問題 歡迎電郵給我們也可以 電話來告訴我們也可以 明天再參加我們其他的簡介會也可以 不過我當然希望盡可能今天能夠為大家解決 也都解答所有大家有的疑問 我看到在網上已經有很多朋友打了他們的問題進來了 但是在我們開始回答之前 或者我也請我們的行政總監King為大家介紹一下 多謝李主席 也都多謝各位參加我們今天這個發佈會 我現在就首先放一個presentation給大家看 大家在網上看到的 我希望這個 剛才你們看了一段影片 我也想很簡單再講一講這個計劃 因為這個計劃其實也很特別的 我們是故意幫助大家去製造就業機會 我們這個計劃可以有1500個全職的工作 新的工作可以接受申請的 我們也都方便大家想讓大家知道 什麼叫合資格的企業 我們待會下一頁會介紹 每一個新的工種 即是新的職位 如果是合資格的 可以得到高達一萬元港元 月薪的資助為期一年的 整個first的計劃 新金補貼額可以達到1.8億港元 剛才李主席都說了 是由我們金法局負責執行 整個過程都是在網上進行的 希望整個流程是簡化的 這個補貼如果是得到批准之後 我們每一個季度圓記的時候 做一個審核 然後在六至八個星期之內 我們便會發貨 剛才我說了合資格僱主 其實怎樣規定呢 看到有五個監管的機構 我再簡單說一說 我有金管局 有證監 有保險 有強積金 也有會計師工會 如果你們在其中五個 一個監管機構之下 監管的公司 都可以有資格申請 我亦想加一句 因為有些公司 可能有不同的附屬公司 每間附屬公司 可能都有不同的牌照 我可以強調 每一個牌照的附屬公司 都可以單獨申請 剛才說的 我也想令到業界更加容易受惠 所以我們有三個不同的情況 第一個就是 你已經在我們公佈這個申請計劃 之前的三個月 已經請了新的員工 你都可以受惠 以及你現在已經在聘請的過程中 亦都可以申請 還更加 如果你是想著將會添加員工的 你亦都可以申請一個額度 當然 你看看我們總體一千五百個 那時候還有沒有額度 留下 有一點我想在這裏 亦都強調的 因為我們的計劃 真的想資助香港 所以 新聘請的員工 當然一定要十八歲以上 還有 香港的永久性居民 還有 這個工作一定是全職工作 即是說 每一個工作 每一個星期的工作時間 最少有三十個小時 還有聘請的月份 最少要十二個月或以上 那申請的日期是甚麼時候 我們會在星期三三月 不是 9月30號 9點鐘 我們就會開放我們的網站 接受申請 那申請的時間是六個月的 不過我亦都要強調 頭三個星期 我們是會接受申請 然後再一次過去處理 那為甚麼呢 就是因為我們都想想想 情況是怎樣 以及分佈的申請是怎樣 那三個星期之後 我們一次過去處理完之後 那就是先到先得 那額度或者是 那個員工的職位 可以申請到多少個呢 最少是一個 最多是二十五個 另外一個就是 參考 就是不可以多過五個百分比 你的總員工人數 如果你的總員工人數 五個百分比二十五 那二十五就是你的上限 還有我們是用四寫五入的 這裡有一個例子 譬如三十個人 五個百分比是一點五 四寫五入 所以你可以申請兩個 還有如果有些公司 可能是很少員工的 那你也可以申請 因為最少一個額度都是一個 好 那我們怎樣去參考這個固然人數呢 我們當然是 越簡單越好 所以就用MPF 還有如果你的公司有這個 我們也會計算 還有如果你的員工 是新聘請 但是還未夠六十日 是要交這個MPF的 你也可以 也會計算 還有我們也想令到大家 真的受惠更多 如果你們有些員工 已經過了六十五歲 不需要交這個強積金 你也可以加在你的參考日期 那個總僱員人數裏面 那你不用擔心 在那個網上申請的時候 我們有每一個格 是給你去填的分類 所以你不用擔心 我要怎樣填什麼資料 還有最後我們也要有一個 總人數的數目 計算出來給你去看 那你同意之後 才去下一個步驟 那這裡其實有一個例子 那這裡好像很複雜 其實我也在選擇 可能MPF那裡有83個人 不過我是6月的時候 因為他選擇你是6月30號 做一個參考日期 突然間我有兩個同事走了 那怎樣呢 不要緊你先填進去 因為他問你這個問題 也有問 有些可能新到的員工 還未夠六十日 還未需要開一個強積金戶口 那怎樣呢 不要緊你這裡也有個位給你填 還有一些 咦但我有些part time staff 或者contract staff 少於12個月的 但他還有一個強積金戶口 那怎樣呢 不要緊你又有個價錢給你填 到最尾呢 我們就和你計算所有數 然後呢 就好像這個 比如說79 那你覺得這個是同意 那你就可以去下一個步 如果你有什麼問題 就像剛才我主席說 你可以用E-mail 或者打電話過來 你也可以 那這個 剛才說的補貼那些 那樣也有一個問題 其實剛才看到這個網上有些人在問的 那因為始終 有人事變動是很正常的 那我們怎樣呢 我們在這個資助計劃裏面 就是如果 你拿了個額 但是可能幾個月之後 兩個月之後 你有一個 新的同事 負某種原因離職 那你有三個月的時間 去找回另一個新的員工 去填這個崗位 那你剩下 你剩下 你還有十個月 因為剛才第一個 剛才的崗位 兩個月 你另外的十個月 你還可以拿到津貼的 但是當然也要公平起見 如果三個月 裡面 你還請不到一個新的 員工去代替 去補回的職位 那沒有意思 那你那個額度 我們就要去給 另一個牌引隊的申請僱主 剛才我也說過有幾個 不同的情況 一個就是已經請了 一個已經請了 一個將會請 那將會請的 如果批准了額度 你也有三個月的時間 去聘請員工 那這個 其實 剛才之前解釋了 不過我也知道 業界有很多問題 關於會不會有懲罰 我可以告訴大家 我們這個 因為全部是網上計的 那你第一 我想說清楚 就是不會有懲罰 這個情況 你不會補貼的 不過 就是當你的 員工人數 比你的參考日期 那個員工人數 跌低過 譬如說 我再講回剛才的例子 你申請到一個額度 突然間 因為人事調動 變動 那個員工離開了 那個月 他離開了那個月 我們的系統 就會自動幫你調節 所以你不需要擔心 不過我們也要再講一遍 這個空缺 如果真的有這個人事變動的空缺 你只可以有一次機會去填補 不可以說每隔兩個月 接著我又有人事變動 又要再拿三個月 對不起 這個我們就不可以接受 這也是因為公平起見 這個流程這個圖 都看來好像複雜 不用擔心 我只不過是想告訴大家 有不同的程序 上網填申請表 然後有個確認 審批 這些全部在網上做的 還有我們要求的資料 亦都相對地簡單的 所以你們的人事部的同時 應該是沒有問題可以提供到的 這些資料的 好了 那我再講詳細些 申請的過程 剛才講了9月30號 我們就開始接受申請 在申請了之後 我們四個星期之內 我們就希望可以通知到大家 當你申請了之後 你會收到一個電郵 和收到一個短訊 去告訴你 你登記了那個資料 和那個登記日的號碼 即是你那個ID Lock in ID 再講多一點的申請平台 那個版面大概這樣 我們給了一個英文版 其實是一個中文版的 所以大家如果喜歡看中文的 不用擔心 我們一樣有相應的版面 繁體和簡體都有的 這個我們會是9月30號 上午9點鐘開始接受審批申請 因為我剛才說了六個月 所以最後限期就是2021年的3月31號 晚上11點29分 我剛才說了一些申請文件 其實也是很基本的 譬如說你的商業登記證 你的持牌號碼 你過去三個月的賬單 即是銀行的賬單 即是銀行的賬單 這類給我們做參考 但是有一點我要強調 因為我們這個計劃是製造就業 所以你一定有新的員工受聘 我們為了要審核 所以你要提供你新同事的姓名 身份證 他們的基本月薪 和合約的副本 這些也是全部是網上提交的 這個大家要注意 因為你也要提到新員工的同意 至於發放補貼的過程是怎樣 這個補貼是每一個貴到尾的時候 是做一個審核的統計的 譬如我們今次 現在9月30日推出 第一個季度尾就是今年的12月31日 我們就會看回過去三個月 你應該得到的中條是多少 然後之後 我們在六個至八個星期之後 發放 即是說可能一月中、二月 不 sorry 二月中至月尾的時候 明年就會收到 這些是自動過帳去你公司的戶口 不是你僱員的個人戶口 一定是你公司的戶口 一定是你公司的戶口 好 這些是有些法規的原則 這裡我都不讀出來 不過在網上 大家要看完一次申請的時候 你公司的責任是甚麼 然後你要答應接受 然後你才可以去真正提供你的申請資料 好了 講到這裡 我希望我們都給大家一個大概 整個申請的過程 以及要提供的資料是甚麼 在這裡我和李主席開始 嘗試解答大家的問題 因為都很踴躍 King 我看到已經超過五十幾朝的問題 好 我嘗試一下分類一下 雖然應該不會太仔細 有第一個問題 是說時間性的 就是說這個星期三開始 是不是全部都是先到才行 剛才King已經提過了 頭三個星期是一次過的 我們又不想大家 頭三個星期已經要 即是說得逐點 打爆機 不用的 頭三個星期是不用趕出來的 我們看了三個星期的第一個batch之後 然後才再走下去的 這個第一個總體的問題 我想盡可能回答大家多一點的問題 King和我輪流 輪流回答到多少就多少 我看到第一個問題是說 那一萬元是給雇主 還是給雇主 進入雇主的銀行 是進入雇主的銀行 不過雇主是要同意全數拿去發放薪金 沒錯 不過在流程上我們做 就是我們會拿了雇主的銀行號碼 那就自動這樣做 如果中間申請那個僱員走了 可不可以再請新人 剛才King也提過 是有三個月的時間 你可以補請那個位的 當然你懸空了那個位的時候 就不可以拿資助的 沒有那個人頭都去拿資助的 然後 有一個問題也挺常見的 就是說 如果一個集團裏面有不同的公司 那是怎樣計算的 這個問題其實有點複雜性 很可能 如果你們公司出現這個情況 我們看我們的網站 看那些FAQ就要看得細一點 因為的確有少許變化 原則是這樣的 原則是起點是逐間公司計 即是那個法人是那間公司 那就不是看那個集團的 不過如果你的集團是集團式去請人的 那你是這個中央機構請人 有間HR公司請人的 那你就會填 要填多些資料 那我們會試一下 盡可能彈性些處理的 但是中間可以出現的變化都比較多 所以那個真是要問有關的同事 看我們的FAQ仔仔細一點 就不想出現這個情況就是怎樣 你們集團呢 譬如是有一間證券公司 一間期貨公司 那你就 證券公司那三個人 和期貨公司那兩個人 就互相當是 證券公司又請五個人 期貨又請五個人 那就不是很公平 所以大家可以想像 中間有少許細節的東西 是需要處理的 沒錯 好像李主席這樣說 我們去申請網的時候 我們都有一個問題問你 你的僱員是你直接 持牌那間公司聘請 還是公司另外一間 不是持牌的附屬公司去聘請 如果是的話 我們就會要求你補充多些資料 就像剛才李主席這樣說 你要告訴我們 哪些同事是跟哪一個持牌公司的 你們都可以申請的 不過是要資料補充多些 我看到一個問題 我一時間不完全明白那個問題的重心在哪裏 不過那個問題似乎就是問 如果又有申請ESS 那又怎樣 這個就很容易回答的 我們跟ESS是 概念上都是兩樣東西 ESS是補就業 那你就不保持著你請人的數目 那你就ESS了 那我們是創造就業 所以其實你是要保持著那個數目 再加上去的人選 才可以拿來我們這裏申請這個創造就業職位的補助計劃 我又見到一條問題 這個問題很好 或者我也嘗試回答 就是說 我們集團有不同的持牌公司 不過員工A 他就是持牌A聘請過 那現在A 可不可以去持牌B的公司工作 而申請這個呢 那我們在條款那裏 規矩申請條文那裏 已經講得很清楚 你新聘請的員工 在過去的十個月 不可以在你附屬公司那裏工作 以及親屬 如果是一個 譬如是一個 自我僱員 或者一些合作伙伴的公司 如果親屬都不可以在這個計劃裏申請 簡單來說 我們不想出現的情況 就是一間集團 就用A公司的人頭 跟B公司的人頭 對調 跟著就等於請新人 我們就不想見到這個情況出現 我見到一個問題 似乎是問 如果我是新開一間公司 未有MPF 也未有員工 那又行不行 原則上是行的 因為每一間公司 無論今天請多少個員工 他的起點都是有一個位 那的確是可以用這個補助 去請你第一個員工 那是可以的 但是實際上 其實我就會提醒大家 出現這樣的情況 你要想一想 因為我們的要求 是在你過去幾個月 已經是持牌人士的了 你不可以開一間新公司 去做這件事的 你要在我們宣佈這個計劃之前 已經是存在了 已經是拿了牌的了 所以如果問這位 問這條問題的朋友 其實是想著就來去拿牌 或者去開一間 就來去開一間新公司 那就可能未必得了 有一條問題是問怎樣申請 我想我們 我希望重複又重複地提議大家 在星期三我們接受申請之後 是網上接受申請 我們花了很多時間 精神去令到我們網上的申請程序 是有多流暢 我們想得到的 我們都盡可能做的 我不敢說是完美 但我們的確是 跟同事花了不少的時間 希望那張form 是令到大家填的時候 填得容易一些的 我現在也有一個問題 都問得很好的 就是說 剛才我們說了 一些新的僱員 不可以在過去十月個月 跟集團其他的subsidary 或者分公司有受聘的關係 那怎樣證明呢 因為你們是僱主幫我們申請 這個僱主要在網上 要說你們已經做過對核 因為我們不可以每個人都去對 但是我們會做sample check 因為我們批准了出去之後 我們都會陸續做一個審批 和verification 就是這個 扣證 對 扣證 對 所以 還有 相信大家都是一個 受監管的企業 所以我們相信你們都會知道 有fit and pop是這個requirement 好 我看到有一堆問題 我想有幾位朋友都想得很細 我們盡可能回答一些小的問題 有一個問 如果我公司只有4個人 用5%計算是0.2 那445%應該怎樣計算 當你是小到1的時候 你就是計算1 所以我們重複說了幾次 你的起點是1 公司無論大小 只要是合資格的 即是持牌的公司 受監管的公司 我們都希望可以做到有份 然後就是3月 今年3月請了的可不可以 那不好意思就是不可以 因為我們始終都要畫一條線 我們盡可能在暑假之前 多少少能夠請到的 我們都算是新請的人士 亦都考慮到疫情的影響 這幾個月是比較厲害的 但是如果我們無限地向前推 就和我們想說是鼓勵創造職位 就會有點違背 所以就3月就早過頭了 有一些問題是問我一定要選6月7月或者8月的僱員人數 但是那時候的MPF 就有些人未屆 有些人可能上班 不過又未曾開始開MPF 很詳細的technicality 我現在不嘗試在這裡答 我告訴大家 我們是有想過這些問題 所以你填表的時候 那個表是會一步一步跟你說 如果你選了這一天 但你這一天有員工 是剛剛新上班 未曾交MPF 那又會怎麼做 我們都應該處理到那些問題 有一個問題是問intern和part time怎麼計 其實在我們網站上 你到時填表的時候會有教你的 簡單而言 intern是可以扣的 可以不算是你的原本的員工 但是為了避免出現 所有人都是intern 我們會有一些證明的要求 我明白一要求到有證明 那就可能不是百分之百完美 但是不好意思跟大家先說 因為我們容許扣intern 已經是一個比較寬鬆的做法 所以我們在需要見到的證明文件方面 就比較多些了 我們也看到有一個獨資經營的CPA firm 是不是可以接受 可不可以申請 可以的 這個HKICPA監管的CPA firm 就可以了 或者partnership 我看到有一條問題是問 可不可以同時申請兩個計劃 大家問那位朋友看到我們寫 我們有個原則是不應該的 但是那位朋友似乎提出那個情況 或者另外那個計劃 不知道另外那個計劃似乎不是 另外那個應該是補就業計劃 而不是創造就業計劃 因為那位朋友在問 我可不可以請用補就業計劃 去資助我們現在的員工 然後申請金法局這個計劃去請新員工 如果是那種 即是你不是申請兩個創造就業計劃 那不算是重複 那是我們歡迎你這樣做的 沒錯 那我這裏也有一個問題是問licensing 他說就是問新聘員工是否需要持牌 是不需要的 我們最主要就是你申請那個僱主自己本身是持牌機構 就已經可以了 那我們是沒有要求你去請哪一類型的公眾 所以剛才你講的靈活性是很高的 我們有關的同事提醒一件事 似乎有些朋友問問題是屬於技術性的 說網不是很順 或者是看到畫面聽不到聲音 或者聽到聲音見不到畫面 那麼我們的技術的同事 是已經發現了問題出在哪裏 似乎應該是那個browser鎖住了 你可以做的一件事 就是退出你的browser 再鎖進一次 如果都不行 我們猜可能出現一個問題 是你用那個browser未曾update 你的browser的software 跟我們現在的系統有些不太對得上 那就可能要請有關的朋友update你的browser 我一個個人的感觸 我發覺近來無論是哪一款的電腦 要的update都實在太多 有時候我都想都不知道是否因為 現在這個世界的電視像會議太多 所以有關的 有關的軟件公司不停的update他們的軟件 有位朋友問 如果我有個員工就辭職 我可以請一個新員工 那個新員工可不可以參加這個計劃 除非出現一些特別的數字上的可能性 如果原則來說應該是不行的 因為如果譬如你8月是10個人的 你9月10個人有一個人辭職 你再去請一個人去填那個位 那就不算是這個新請的人士 因為你8月已經是10個人了 但是如果出現一個情況 你是7月10個人 你接著有一個人走了 你8月是9個人的 你再去請那個人就可能可以了 因為數字上你可以選擇你8月做你的基準 你的基準就是9個人 而不是10個人 沒錯 解釋得很清楚 有一個問題就是 trust company registered with 這個公司註冊處 是否可以申請 那一定要是這個強積金 這個有持牌的信託公司才可以申請 暫時的這個計劃 是 有位朋友問 怎樣拿同意書 等申請那個人可以 給那些個人資料給我們 在我們那個申請表裡面 是有一個位的 所以 到我們申請網上的平台開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可以怎樣拿的了 有位朋友 再問一次 我想這位朋友可能真的有這個情況 就是他們的集團裡面有一個持牌公司 就是零雇員的 可不可以申請一個 規則上是可以的 但我想提到一件事 就是你 你那間公司會不會 其實是那種 用中央方法請了所有雇員 所以你就會有一些 自排公司是沒有雇員 如果是這樣 你就要選擇 因為你不可以 用中央方法去申請一次 然後又用這個字面方法 我零 我可不可以加到一 那你填表的時候 你就要留意 你應該只有一個選擇 就是中央 如果不是就是由零開始 1500個位 是不是是1500間公司 不是的 1500個位是請1500個職位 沒錯 我們剛才提過 每一個合資格的僱主 我們都希望能夠給到 起碼一個位 大那些就會累增到25 25就是最頂的 然後加起來 我們就有個上限 因為政府只給了1.8億 我們就是1500個位 是 這個有一個問題 就是講兼職員工 或者省工 剛才我們都說過 就是會一定申請 如果你是計算人頭 你給MPF 我們去看那個員工總數的時候 你是可以 將不是真正全時間的員工 你上網的時候 會問得很清楚 所以你不需要擔心 我的差距就是 申請那個 就不可以part time 申請那個 一定要是full time permanent permanent的意思是 你是同意請他12個月 這裡有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每週30小時 包括午飯時間 我都被你考慮了 是不包的 是工作時間 是工作時間 原來有答案的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substantial shareholder 就是這個大股東 一個持牌公司 或者是一個自己獨自經營的公司 可不可以申請呢 你最主要第一個問題就是 是不是一個監管的機構 如果是備受我剛才說五個監管機構 其中屬下的持牌公司 你可以申請的 重複一下原則 申請那間公司 一定要是持牌 受監管機構 也是因為有這個身份 會令到我們整個計劃 容易做了很多 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來申請的人 全部都已經是要受合規監管 我們剛才提過 但是如果這個申請人本身 他自己是不請人的 他是一個集團到中央地請人的 申請人仍然要是那個持牌機構 但是怎樣計算那個請人的基準 我們有些彈性的 還有很多問題 License Money Lender 在我們這個計劃的第一輪是不行的 如果你沒有其他持牌 你的持牌是發債人 那是不 現在這一刻我們的計劃是未包到的 有些都是怎樣為之新職位的問題 有幾個 一個就是 2019年做基準行不行 不好意思 真的不行 這個 怎樣才是新職位 是不是一定要跟基準月份對比 是的 或者解釋給大家知道 我明白有另一個做法 就是去證明這個職位是新開的 創造出來的 但是那種方法都會來到我們整個計劃 的運作是困難了很多的 那我們就很大程度上就要逐個 逐個案例看 發放錢又會慢了 中間又涉及一些不確定性 就是可能公司覺得是新職位 但是其他人又有移民等等 所以我們就做了一個很簡單的 大家都是金融業界的朋友 用了一個數字一些的方法 我有時覺得這些東西可能不完美 不過大家都很清楚 那就最容易能夠 然後儘快把我們的寶座 發放到業界那裡 我也看到其實很多問題 關於是否是 是否是first come first serve 我不再重複回答 也是重複回頭三個星期 不是first come first serve 三個星期之後才是 這裡有一個問題 我們如果用8月底的聘請人數做基準 那我申請是將會聘用新人的 那是10月或11月才聘請人 都可以申請的 如果是你批到那個額 你是有三個月的機會去聘請員工的 有一個問題 不好意思 我們的PowerPoint可能太小 在畫面上 不用擔心 這個在我們網上都可以看到的 有一個問題是問 這個寶座可不可以prepaid 先給了 那就不好意思 即是考慮過很多不同的情況 寶座是reimbursement 我想我們簡單而言可以這樣說 我們都希望僱主作出一個承諾 就是這個人我真的請的 僱主和我們金法局都每人走一步 似乎有一個問題就是問 如果員工人數有一些是不用交MPF 因為外籍人士怎樣計算 我的理解是這樣的 如果外籍人士在香港上班的 他也是要交MPF的 所以這條問題正在問 可能有些公司是有海外員工的 那些員工這樣海外員工 就是不可以計算的 我們不想出現一個情況 就是那間公司 其實只不過是香港註冊 然後大部份的人都是海外請 我們就拿那些人做基準 再請新人 似乎跟整個計劃的原則 就不完全吻合了 有一個問題 他問First Come First Serve 先到先得的定義是什麼 我們應該是說 接受網上申請三個禮拜之後那天 那頭三個禮拜再說 不是先到先得的 請各位好像不需要買演唱會票 不用一到十二點就打飽機 不是這樣 其實一個類似問題就是 我們有間公司有兩個RO 暫時是沒有MPF的員工的 可不可以申請 是可以的 因為最基本可以有一個位 有一個問題是問 如果我九月申請 是不是就是跟九月的MPF record 那麼邏輯不是這樣的 邏輯是其實你無論什麼時候申請 你都可以在今月六七八月 選一個基準月 那麼就選一個原因 我們不想出現這個情況 就是我們現在九月宣佈了這個計劃 然後就有一些僱主 然後到十二月的時候就說 我現在開始請人了 我現在就申請 這樣就不太好 所以我們就選了 宣佈計劃之前的三個月 你可以選一個月來做你的基準 這個有一個問題 技術性問題也問得 這個問題就是 有沒有minimum wage 就是最低工資的要求 我想這個應該是 應該是 最低工資不是我們的要求 但是不是金白寶的要求 是香港的法例 有一個最低工資的要求 對 趁這個機會 再補充 那一萬元的薪金資助 是上限的 如果你聘請那個新的僱員 月薪是低於一萬元 那你就有實質的月薪 就是你的補貼了 我們會補多於你的員工的月薪 但是最高的行額都是一萬元一個月 為期十二個月 如果你的份工是八千元的 那你就可以申請八千元 你就不可以另外再代二千元 我們當然希望你盡量 整個業界 我們能夠創造多一些 越高薪越好的職位 有幾條問題 真的問我們剛才那些 presentation 在網上有的 有一個技術性的問題 就是如果提供銀行的statement 那是否一個full statement 還是transaction details can be masked 當然可以的 你可以不需要給所有的資料 因為這是你們商業的秘密 我們只要知道你的bank statement 就是證明你的銀行的資料 這位朋友的問題 另外想起我們一些業界KYC的問題 有一個問題 多久在這個系統上面要報 這個人工元素 人工的總數 人工的總數 是每一個月 我們都要求你把你的MPF 如果你有Orso 加上Orso的資料 是給我們的 這個應該是一個簡單的程序 因為你不需要做任何額外的事情 你每個月都應該有這些資料 這個問得好 這個subsidy 是不是taxable 這個應該就不需要 不過當然你自己的員工 和你公司自己的稅務 那一定是你們的問題 但是我們這個補貼 我們是不會額外再 政府不會額外再收稅 即是不會 我明白 但是員工收了你的薪金 那就是要收稅 有一條問題 假設我請了新員工 但是舊員工又走了一個 那麼新員工還可不可以計 除非你數字上有其他變動 如果不是就不可以 即是不可以說 我原本10個員工 我請了第11個員工 接著再過一月之後 我原本的10個員工又一個走了 於是我就變回總數的10個員工 那算不算 還可不可以繼續 拿資助 那是不行的 不好意思 我之前都解釋過 我們不想出現的情況就是怎樣 就是你用新人去換舊人 沒錯 那就不是真的很創業 所以我們就 用一個簡單一點的 純粹只是 比照你總人工元素的方法 有一個問題就是 這間公司是做會計 不過沒有會計師牌照 可不可以申請 那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一定要有牌照 我們剛才說的五個監管機構 監管的僱主才可以申請 有一個問題問 員工人數是要怎樣去證明的 我們的起點就是MPF和阿蘇的每個月的Statement 我們當然會有少少少Adjustment 那些Adjustment就是要逐個個案 如果你是有Adjustment的 你就要逐個個案給進一步的證明 如果你是沒有Adjustment的 那就簡單單是跟MPF或者阿蘇都可以 有人問如何計算新人數 如何計算新人數 我剛才也提過幾次了 我們計算新人數方法 還有一個最簡單的就是 你每個月的員工人數 比起你之前的基準月 所以如果你是請了一個新人 但是又離開了一個教人 那就不算是你有創造到一個職位 有些之前應該答了 這個可以再說 其實你要答了保就業 跟我們這個計劃不同 我們還有幾多朋友問這個 如果有申請保就業 可不可以申請到這邊 那直接的答案就是可以的 概念上都是兩樣東西來的 保就業就是 你原本的員工不要放棄 我們那個計法就是 你要在原本的員工以外 以上再加一個新員工 那你才可以申請我們這裡 職位有沒有限制? 職位是沒有限制的 這個有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集團有三個不同的證監牌照 是不是可以把員工分開 如果是三間不同的公司 你就可以 但如果你跟一間公司有三個牌照 你就可以申請一次 一定要以公司為準 不是為牌照為準 每一個公司一定要最少有一個牌照 有一個問題問 我們可不可以用這個補助 去請我們之前的委員工 原則上是可以的 不過要留意這件事 就是你那個委員工 之前算不算是你們的員工 我剛才也解釋過一次 就是你原本的員工 我們是容許你扣那些委員工 但我們需要你進一步的證明 假如你說我那個委員工 那時候又有交NPF 不過我跟他沒有簽合約 什麼都沒有 所以就沒有辦法證明 究竟他那時候是不是委員工 那你就可能出現一個情況 就是那個委員工 要計算到你的基準 這個有一個問題 都是類似剛才之前問過 不過就是直接一點 我就想答 就是我們的主管的兒子 可不可以申請 這個因爲關係也是不可以的 有一個問題就是 可不可以用平均的員工的人數去申請 不好意思這個我們是不可以接受的 我們一定要選三個 剛才我們說的基準日子 6月30號 7月31號 或者8月31號 為計算的基準 或者解一解 我們那時候都有考慮到 如果我只是給有關的申請人士 只可以選一天的 我們譬如假如硬性規定 一定是8月底的 這樣就有一點點不太好 因為我想有些不同的僱主會出現 可能8月突然多漲 或者8月突然少漲 所以我們做了一個選擇 大家就是選6月底 7月底或者8月底 但如果要做到平均數 在執行上面就會出現一些比較複雜的情況 正如我們剛才也提過幾次 我們希望這個計劃 能夠用最簡單最快的方法 將一些補助能夠給到業界 所以我們在一些取捨的位置 有時候可能會選擇了 希望填表的方法簡單些 或者我們去做審批的方法簡單些 令整個計劃可以盡早把這批錢給到業界 這裏有一個問題 技術性應該可以說清楚 甚麼是corporate entity 我再重複一下 如果一間公司是持牌的 在你的集團裏面 你可能有公司ABC 如果A是持牌的 那就是一個corporate entity 如果B雖然是一個corporate entity 但是因為是一個附屬公司 但它不是持牌的 就不能申請了 有人問公司名會不會公開 我們是不會主動公開公司名的 我們會鼓勵大家去表示參與這個計劃去支持 但我們明白有一些僱主可能種種不同的考慮 我們是不會硬性規定要公開所有申請者 甚至是得到補助公司名的 這個不是我們鼓勵你主動去告訴別人 你知道我們整個業界齊心去創造就業 但是就不會是我們硬性規定的 似乎都幾多問題 是問可不可以用聯營公司的員工去做基準等等 我再重複一次 起點是應該用你公司的員工的 你如果出現一個情況是你屬於一個集團 而那種集團做事的方法是個別公司不請人 而中央去請人的 那你是可以填表的時候交多些資料 讓我們可以彈性處理 但就不是出現一個情況就是我公司A請10個人 我可不可以拉來公司B的5個人進來 這樣就不行的 我們只是想提供多一種彈性 就是有些情況我們明白 可能在證券行業上更常見 就是公司A是直接不請人 它用中央的方法 用人頭公司 即是人事公司去請人 我們只是想處理那個情況 就不是想出現一個情況就是 大兜亂 你公司A又繼續去公司B 這樣就不行 因為會出現 在我們無論是行政上 或公道上 都會出現比較難處理的問題 這裡有一個問題也挺有趣的 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是不是需要一次過申請25個人 如果我是一直不停 因為員工招聘的情況 因為可以根據我的情況而每次申請 以及我申請25個限額之後 如果沒有淨增長25個又怎樣 首先說回 增長的定義 一定要你選擇在6月尾 7月尾 8月尾 那個數目為一個基準 所以 將來 你的總人數 是高過你選定的基準日 你多了出來的 新的員工職位 你是受到 這個津貼 如果你降低那個基準 我們那個 系統 就會自動和你調節 所以你不需要擔心 剛才我們也說了 不會有罰款這個情況出現 只不過就是 你人數降低那個基準 那個月 那個津貼就會相應地調整 向下調整 而且 是不是要一次過申請25個呢 這個沒有這樣的需要 當然 但是我們的系統會知道 你是同一間公司 總之你不可以說 今天申請完25個 然後下個月又再申請25個 那是不可能的 我們一定會跟你計 你用基準日的數字 限定你最高可以申請多少人數 如果我可以加一個呼籲 就是我明白 有些公司可能 可能他請的人數 他本身的原稿人數 已經令到他今天可以申請25個 那我就會希望大家 就不要一次過 就來max out 雖然你都可能是沒有計劃 對 對 我們是盡可能和業界一起做這件事 所以我們也不會說硬性不讓你這樣做 但是請大家明白 如果你純粹只是說 我理論上可以25個 但我接下來根本都不是想要25個 你都走去押25個位 第一會令到我們排大家額到的時候會有些困難 第二就是這樣 雖然規則上我是沒有辦法做到不讓你這樣做 但是如果我們看到這個情況比較多 我們都可能會和有關的僱主理解一下 為什麼什麼資料都沒有就申請25個 其實是 只不過是 什麼魚巢謀 有一個問題 類似剛才之前問的問題 我們員工是集團公司聘請 而持牌公司是附屬集團公司的 是屬於集團子公司 這個剛才也答過 就像李主席說過 就是 這個可以申請的 不過你要補充多些資料 有幾條問題是問 申請的時候 員工會否已經要請了 其實就不是的 我們也希望能夠鼓勵大家多些 就是知道我們會有額度 我們會有資助 所以原本也不是很肯定會不會去請 就因為我們的鼓勵而去請 所以整個計劃的設計 是做到 你來申請的時候 是不需要那時候已經請了人 你如果已經請了 又或者已經心目中想請誰 那就當然更好 我到最後也是一個呼籲 就是雖然我們是做到 你可以拿了一個額度才去請人 我希望大家不要 一次過就私自開大口 不管我是不是想請 10個人 5個人 還是25個人 都已經要編審了 不好意思各位 因為真的很踴躍 不過我們只剩下5分鐘 只剩下5分鐘 我們可以多答兩條問題 或者李主席先選一條 有一條問題是問應聘者 今天未有工作行不行 答案是可以的 我們也希望你請 無論是應屆的畢業生 又或者是新入行的朋友 所以我們是不會要求他之前是有工作的 至於怎樣計算他是不是存職 我們也不想出現一個情況就是 他在你那裏只是做兼職 或者他在你那裏說存職 其實在你那裏有兼職 所以那個計法就會由他上班 或者廣東話說得逐點 由起中那一天 即是你開始起中 算拿補貼 那一刻開始就要存職在你那裏做事 好 有一條問題就是 我們會想著是10月會請人的 其實這也是我們的SummerIntern 他可不可以 即是存職在10月的時候 是否可以接受申請 是絕對可以的 因為如果這個真的是一個 淨加的額度 員工人數是有增加的 就可以申請的 我想還有時間可以多答一條 有沒有一些我們剛才未答過的 有一個是參加HKMA的Banking Talent Program 可不可以再參加的計劃 兩個計劃是不同性質的 是可以的 因為如果我沒有記錯 HKMA的Banking Talent Program 應該是短時間是6個月的 現在我們說的一定要最少是12個月的 所以兩個是唯有分別的 你可以兩個都申請 但是你也不會出現的情況 就是同一個位置你拿了HKMA 又拿了MFDC的寶藏 因為HKMA的寶藏 我的理解是他們是補請6個月的 那些工種根本在我們這個計劃上 是不可以補請 因為我們是要求你請的新人 是起碼請12個月的 最後一個就是我們沒有專業要求的這些新聘員工 好了 多謝各位 我們再多答15分鐘半個小時 應該答不完 因為真的很多問題 很多謝大家這麼踴躍 我想我們可以做的是怎樣 我們會留起這些問題 我們會請我們的同事看一看 即使我們常見的 我們會用一個FAQ的方法回答他 有些沒有常見 有些甚至是遺漏的 即原來有這樣的問題 我們都沒有想過 我們也要借這個機會 去盡可能用到我們的計劃 盡善盡美 多謝大家 多謝